赢者全答三转请讲规则 可以为何不用抢答 AB两个选项同时作答 答对累计奖金 答错淘汰 那每一轮剩下最后一位 可以把账户里面的金额 全部拿进来 这里没有请抢答 只有请作答A或B 总共进行三轮 进行第一轮请出题 顺畅的沟通 是成功的博尔法门 请问根据研究 用什么方式分享自己的想法 更可以被他人认同 A 说话方式轻松 B 说话一本正经 请作答 第一阶段就有分量 这样奖金累计不会高 来 博尔请说 这个一本正经吧 我如果是很随性 更轻松的方式讲 可能比较像是在聊天 可是他是说你要让对方 认同你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要很正经地说这件 正经严肃一点 那陈怡你为什么会觉得 最方式 因为像我自己是有在开直播的人 如果我很严肃地 跟观众讲一个议题的时候 我那直播人数真的很低 如果我很轻松地讲的时候 直播人数不只飙高 大家都会记得我跟他们说过什么 可是那个是网路 我说一般人说话的时候 对讲 对 可是你想想看 以前上学老师讲话一本正经 你都没在听 对 通常都是幽默的老师 然后那个你会想让你去上课 然后用很多方法 把什么理化那些东西 用一些很特别的方式 交给你 你就记得了 对 因为像脱口秀也是这样 你会要输出自己的观念跟想法 但是都包装在笑话里 正确答案是 A 说话方式轻松 好 好吓死我了 其实这么说好了 让我们就要那个隐费了 空气了 OKOK来 来解释 好你一定会对自己想要讲的事情 非常的有自信 然后你也非常认同 你自己都要先说服自己 你才会 说服别人吗 那你自己没有什么好怀疑自己的时候 你讲话其实可以用很轻松的态度 来说服别人 那曾经亚马逊的创办人 他在一场与风险投资公司的会面上 那对方被他的笑容啊 跟他的活力打动 然后他成功的让大家来投资亚马逊 那所以并不是因为他讲的一本正经说 我们一定会赚大钱 而是他用这种轻松自信的态度 打动了大家 两位请到旁边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你现在拿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请加三千块 下面一题请出题 好紧张 中国足协推出新条款 明定在售票前 应告知民众主要出场求新 请问此条款又被称为什么 A 梅西条款 B 希罗条款 请作答 陈姨看得懂题目吗 看得懂啊 我也有在看四足的好谈 不是因为对女生来讲 可能除去我不是 运动 不见得 现在很多女生也都有在看运动 不是 我是关心她 不是你还听她 关心她就被她的 还七音耶 然后每一个字我都读得懂 对 梅西希罗我知道 但是这个题目我是不怎么了解 这就是瞎猜 这应该是最近的新闻事件 好厉害 你知道吗 他就是原本说他要去比 结果他后来没有去 结果就群起公知这样 对 但那个人应该是梅西吧 不是希罗 不是希罗 我记得是希罗 梅西望梅止渴 梅西 这个是在香港 在香港对啊 他不出场说他受伤 他有去但是他没有上场 他没有上场 对是希罗 你坐在旁边的都说话 哈哈哈哈 来啦来来 哈哈哈 是梅西吗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欸 梅西条款 来先坐先坐先坐 先坐 马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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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你怎么没有希啊 他没希 他没希 好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梅西呢 他到了中国 但是他却没有上场比赛 然后大家一直不断觉得 哈 我买票来 结果最想看球星 居然你没有上 然后之后呢 中球主协 中国主协 他就发布了一个规范 就规定说你在卖票的时候 就要告知民众主要球星出场 或是你如果违规 你没有出场的话 你要怎么处理 所以这个条款颁布之后呢 就中国球迷就戏称 哎呀 这是梅西条款 对 但是你想 你当地也就算 有很多非很老远的 难得那个假期就在那边球场 对 又买到胡人球场 这个James又不上场 赛前NBA 那个Curry要不要上场 要公布 这是一种诚信 对 所以现在这个应该是要公布 不然大家要公布 那你公布我就算了 因为我的时间刚好撞到 我也没办法 我们做这样还是可以讲话了 可以 只是灯光会比较暗一点 来请教两千 下面题请出题 请标准 我选A 菩萨奖金 大天请说 老子算卦 感觉就是在补卦 可是奖金的话 因为它包罗万象的 什么东西都要讲 然后要把它的这个 佛法宣扬出去 所以它的范畴 我觉得会比较大 因为算卦 感觉就是在算命 就是感觉好像 这也没什么 就是好跟不好 然后这样子 跟口才还比较没关 请公布正确请答 正确答案是 A菩萨奖金 其实这个字是出自于华颜经 那里面说 若能知法永不灭 责得变才无障碍 就是说佛菩萨他们说法的时候 整个贯通 意理都很通 然后言词又非常地通畅 然后后来才引申为能言善变 来请加两千 两个第一题一样容 两个怎么办 第一题三题一样 奖金均分 如果我没答对 累进到下一题 好 那你们第一题 第二题请出题 请作答 两个都同时很快 狗狗个性害羞 陈怡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用狗 或是用一些食物的图片 当大头罩 就是他不想要露脸 就是个性比较害羞 不高调低调的人 那亲和力的部分的话 我会觉得如果亲和力很高 会叹笑 亲和力高 他就放他自己的亲和力更高 对吧 正确答案是 其实有一个美国组织 他针对六万多个推特账号发现 如果你选猫当作大头罩的人 代表说你比较容易接受一些新事物 你比较开放性的思维 那以狗为大头罩的人呢 比较外向自律 而且比较亲和 基本上来说你会选择宠物罩 当你的profile的话 其实你是希望 这个就象征你个性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这样不代表是内向 请回来 那是第一轮啦 来请回来 我刚刚讲要进行三轮嘛 第二轮来 请出题 请作答 又是一样的 小兵同志来 请说 因为一整天 朝九晚五八个小时很难调配 那一种小时比较好 对这个孕妇啊 这个孕育价比较有利 对劳工比较有利 因为我们真的有时候需要 需要孕育需要帮忙的时段 也不是那么长的时间 那如果你只需要这三个小时 或四个小时 你申请了一天 其实你浪费了你剩下的资源 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分散 把它待会小化 会比较节省 是 柏位呢 他的谈心应价 应该是可以把每年的 每一个月的日期 可以延后 我可以累积 所以你说你 所以叫谈性 所以你要以日为单位申请 是吗 还是没有把握 感觉他笑得有点 我不当立委很多年 那陈怡呢 我觉得既然是谈性来说的话 一定是以小时 因为如果不是谈性 就是日了嘛 就是以前最传统的观念 所以你选择以小时为单位 来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B 以日为单位申请 所谓的 孕驭假禅性的话 今年5月到12月 先开放企业 可以申请示范 那如果雇主愿意参加这个计划的话 有5到7天 可以让伴妈们来请假 雇主愿意的话 如果单日的请假也可以 来 三位请入座 来 增加2000变9000 好难 遇气也是 进行下面一题 请出题 请作答 有 分胜负了 有A B了 郭薇 选A 请说 没有错 你认为是这样 对自己有信心 我觉得会很想要选B 因为根据我刚坐在 雨伞家那边第一轮 所有的答案都是错的 只有梅西内地答对 所以我决定反着做 反着做 我自己正逻辑会觉得 抽签选题目 是一个比较直观的答案 然后先考骑射在我这边 会是感觉比较特殊 因为汉潮感觉 就是术科跟学科 因为汉潮应该开始 文武是兼备的 所以我觉得 武的部分 可能也会让他们觉得 要提升 我现在不只读书 我现在还要练这个 会让他们很头疼 能文 能武 对 都好 来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学生抽签选题目 其实汉潮呢 汉潮有个所谓中央的考试 叫做泰学考试 一年考一次 也就是碎士 那他的方式很酷 就考试前 考官将写有考题的逐简 然后难易程度放在那边 然后学生分两科 然后学生自己投 抽签这样子选 然后选到了之后呢 他就可以在选这个里面 投到哪一题 所以就是一直不断地 在自己选题目 那你答得好的话呢 成绩好的 你就可以去当官了 成绩不好的 你就退学 那成绩一般般的话 你就继续再继续在泰学里面 再蹲一下吧 了解 来 请增加一千 好厉害 这一轮奖金累积到一万 请纳入陈伯伟的帐上 一下子 他现在两万二了 来 请归队 进行第三轮 不要放弃哦 你们累积太少了 五千 五千才快了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 拜托ATM 谁敢来battle 订阅拜托ATM的YouTube频道 等你来battle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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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